聂老引用安洛吉依净土论 说出三种与菩提门相违背的 我们应该要远离 这三种就在498名倒数第三行 第一句 我心探注自身 这是第一句 这一句里面的问题 就是严重的执着放不下 这是我们念佛往生净土第一个障碍 身体不能不要 但是不能过分地去爱惜 过分地就是贪注 着实着相 贪注这个身体 当然一切都要为身体服务 迎世其举 要让这个身体舒适 要让这个身体安落 那肯定有妨害到也 世尊当年才是 为我们所实现的 他不是不爱惜身体 身体要为学习受苦 要为教化众生 要为教化众生受苦 佛灭度之后教导后世的弟子 以戒为死 以苦为死 不能持戒 不能受苦 你就没有办法脱离六道轮回 这样的心态是错误的 这种心态 就是佛法家的轮回心 轮回心所造作的一切 叫做轮回业 你学服 行善 这是轮回的善业 古报呢 在人天 出不了六道轮回 不能往生进土 这是我们不可以不知道的 那么身体是不是可以不需要保养呢 不是的 那个想法就又错了 如理如法的去保养 大臣 知道万法为心 一切法 为心所谢 身体是新鲜 是变 那保养之道 也就是今天讲养生之道 养生的心会养心 为什么呢 身随着你的心念在转变 心理健康比什么都重要 心理健康 身体也能不健康吗 哪有这个道理 心不健康 想身体健康 非常困难 这个道理 舍大臣人的 懂啊 心健康是什么 心清净 心里头 没有烦恼 没有杂念 没有忧虑 没有恐怖 心地清净 心地清净 心地平等 拥而不明 这个心是最健康的 健康的心 就带动健康的身体 纵然这个身 身是物质现象 物质现象的基础 是心念 所以心念好 这物质的身体 纵然染上病毒 它能够自然地恢复正常 正常就是健康 所以佛法中叫修心 断无修身 所有一切不好的病毒 你就不会感染 盖血归症 纵然有病毒 它会恢复正常 盖血归症 断正心念 最好的心态 身心健康 这个不能不知道 所以 贪处自身是错误的 怎么样保养都不行 身心是病态 文革 能够得盖血归症